往後看 近日 河北邯郸一位73歲的老人家中起火被困 防疫志願者大學生王旭旭剛好路過 聽到呼救聲 他來不及多想 用戴著手套的手擊碎玻璃打開外門 又踹開裡面的門 衝進起火的房間 背棄老人往外衝 兩人剛剛離開屋子不久 屋子裡的煤氣罐便發聲 砰的一聲就爆炸了 小屋瞬間變為火海 戰疫情沖火海 勇氣滿滿正是年輕人該有的模樣 點個讚啊